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 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就像鱼儿离不开水 然而长此以往 人类终究要为此买单 1943年7月26日 美国的工业重镇洛杉矶 遭遇一场不知名的烟雾袭击 一种浅蓝色的烟雾笼罩上空 使整座城市变得浑浊不清 数千人出现咳嗽 流泪 大喷嚏的症状 严重者眼睛刺痛 呼吸不适 口晕恶心 最后 洛杉矶经常在夏季 出现烟雾不散的严重污染现象 这种烟雾到底是什么 九年后 科学家们才搞明白原委 产生烟雾的罪魁祸首 是洛杉矶市250万辆汽车排放的尾气污染造成 这些汽车每天消耗约1600吨汽油 向大气排放1000多吨碳氢化合物 和400多吨氮氧化物 这些机动车排放的尾气和工业产生的废弃液气 在阳光的照射下形成了另外一种化学物质 臭氧和有机颗粒物 从而酿成了人类首个大气污染供害事件 后来 人们称这种烟雾为 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 为了治理这种烟雾 美国花了半个多世纪 直到现在仍在与之对抗 丝毫不敢懈怠 就在洛杉矶烟雾的原因揭晓的那年 英国伦敦又爆发了一次极为严重的环境公害事件 1952年12月4日至9日 英国伦敦上空受静稳天气的影响 大量工厂生产和居民燃煤取暖排除的废弃难以扩散 积聚在城市上空 伦敦城被黑暗的迷雾所笼罩 马路上几乎没有车 人们小心翼翼地沿着人行道摸索前进 大街上的电灯在烟雾中若鸣若暗 犹如黑暗中的点点星光 直至12月10日 强劲的西风吹散了笼罩在伦敦上空的恐怖烟雾 当时伦敦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持续上升 许多人出现凶闷窒息等不适感 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增加 在大雾持续的五天时间里 据英国官方的统计 丧生者达五千多人 在大雾过去之后的两个月内 有八千多人相继死亡 此次事件被称为伦敦烟雾事件 直到30年后 伦敦才摘掉五都的帽子 伦敦烟雾60年后 中国开始出现严重大气污染事件 2013年1月 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 一月之内连续五次出现严重埋污染 污染范围以及污染程度 让人感到大气污染 来势汹汹 2013年1月份 然后还有2014年的2月份 这两次接近整个一个月的 断断续续的强埋过程 我们达到了一个报表的程度 所谓的报表就是超过了500微克每立方米 为什么它叫报表呢 因为在我们国家的空气污染指数中 大于500我们就没有相应的指数了 所谓的报表 不是说我们观测表爆了 是我们没有这个级别了 是吧 大于500了 我们都是按照严重污染来划定的 它大于500就叫报表 那最高的时候我们PM2.5 曾经顺时小时候能够能够达到1000 这个是个很严重的这个埋的污染 埋最核心的问题就是PM2.5 那PM2.5又是什么 PM2.5实践是particle matter 是这个英文的一个缩写 是指大气中的细颗粒物 空气动力学直径 小于2.5微米的一类粒子的总称 这个粒子呢 就是说人的肉眼一般是单个是看不见的 是吧 那它的大小只有人的头发丝的二三十分之一 当它聚集在一起 起了整个一个消光的作用 那我们就用肉眼就看见它了 所以我们看见PM2.5 实际埋就已经形成了 当它聚集到一定的浓度 比如100微克每立方米 我们就明显看到大气浑浊现象 这就是埋 PM2.5也好 埋也好 它的背后的本质呢 实际上是对公众健康的一个损害 这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话题 PM2.5有害健康这一点 是不争的一个事实 它能够引起像吓呼啸的感染啊 就是肺炎啊 哮喘的发作啊 或者是慢肢 或者是慢足肺啊 等等这些 当然大家都很担心 它跟这个肺炎有没有关系 这个PM2.5的长期 就跟肺炎是有关系的 这种关系呢 根据它的成分不同啊 而有所不同 你比如说如果汽车尾气多 一些或者吸烟所引起的 PM2.5增加 里边就含有很多的 像本饼笔啊 类似这些的致癌物质 这些呢 跟肺炎的发生 就关系比较密切 那有些的不同的PM2.5呢 它的成分不尽一致 于是它的治病机制也不尽一致 它所产生的健康 或者疾病的后果 也就有所差别 就引起不同种的疾病 那时候呼吸病当然是首当其冲的了 吸入PM2.5以后 而我们说呢 像其他的像心血管疾病啊 脑血管疾病啊 血栓性疾病啊 包括动脉的中央硬化啊 甚至血管的高血压这些反应啊 也跟PM2.5呢 有一定的联系 这个呢 都是我人群的研究呢 已经证实了的 我们在2016年 出了一个2013到2015年的 这个阶段性的这个分析报告 那么这个分析报告呢 我们也得出一些结果 一个方面呢 是我们观察它对这个死丸的影响 那么对死丸的这个 这个臭的这个死丸 大概是0.2%到0.3 那你比如说PM2.5 每升高10个微克 每立发明 那么人群的臭的死丸 大概为0.2%到0.3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观察到 雾霾天气和非雾霾天气比较 那么它的这个门急诊 就诊量是在上升的 特别是呼吸系统 呼吸科 还有这个心血管 还有心血管病科 为什么人们关注的 是历经2.5微米的细颗粒物 而不是PM5 PM10呢 过去呢 我们讲PM10 它常常是到了咽喉 经过鼻毛 或者到了大气道 它就沉溺在里面 很少到了肺的深部 而PM2.5最大的危害 它可以直接进到肺泡 它可以携带一些有害的物质 比如说包括这个维生物啊 甚至一些本品笔啊 这些一些有害的致癌物质 而且呢 其中一部分的研究呢 发现呢 有一部分呢 进到肺泡类呢 它能够被这个肺泡的 毛细血管被吸收 这样的话呢 它造成的影响 不单是直接的影响 而且呢 也可以造成一个 对身体全身的 一些危害和异强 由于细小的 能够进入人体 这是PM2.5的物理特性 而更令公众关注的是 PM2.5里面 包含的成分 上世纪九十年代 当沙尘暴肆虐的时候 人们会用沙巾裹住头部 是为了阻挡PM100 一些力竞超过100微米的沙尘 其实这些沙尘里 也有PM10 PM2.5 只是它的成分里 没有现在公认的一些有害物质 因此 那个年代 没有人关注PM2.5 现在的PM2.5里面 有可能裹挤了一些有害物质 这些有害物都是什么 它们又从何而来呢 中国是一个多煤少油的国家 煤炭资源 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2011年 我国依次能源消费结构中 煤炭约占70% 在所有的石化能源中 煤炭是最便宜的一种能源 同等的发热量 用煤的成本 只相当于用油的30% 天然气的40% 便宜而又丰富的煤炭资源 注定的我国是一个煤炭大国 燃煤大国 而煤炭的燃烧 与PM2.5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煤中还有硫 燃烧成上 经常二号硫了 对吧 二号硫在大海中变成硫酸盐 我们发现 这个PM2.5中 大量的硫酸盐 但硫酸盐怎么来的呢 我们现在开始着手调查了 对吧 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目前北京或者经济地区的硫酸盐 跟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 那个硫酸盐是不是不一样 那我们翻开档案 看看1952年伦敦的那种硫酸盐 它是怎么来的 它是由于燃煤产生了二号硫 二号硫被粉尘中的三架铁 氧化成了硫酸 变成硫酸盐 是吧 我们看看 跟北京是不是一样 北京一看 显然在这些细节上 也是产生硫酸盐 但是跟伦敦烟雾不一样 是吧 那我们北京的二号硫转化成硫酸盐 不是依赖于 不主要是依赖于三架铁把它氧化 而是我们本身有大量的 弹氧化物的存在 在弹氧化物的存在情况下 其实二号硫更加容易的 转化成了硫酸盐 弹氧化物是如何产生的 埋污染的成因规律究竟怎样 作为国家科技战线的国家队 中国科学院 积极行动 科学院作为一个科研机构 我们前期的工作 主要是从这个雾霾 它形成的机理 它的物理化学机制 以及如何建立一个预测预计的模型 这个角度来做个工作 那下个工作呢 希望把模型建立更完善 对于形成的机制 用更精确的解释 这样为治理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在2012年中科学院 集中了先导科技专项 大气挥霉 尊与控制 集合了我们院内的研究队伍 大量的无极炎浓度 暴增现象 我现在清静处处地记到 12号 一个星期六 一看 这个污染物自动的观测机 就吓了一跳 原因呢 我也没想到 这污染物从很低的水平 上升到很高的水平 仅用了很短的时间 一两个小时 就起来了这污染物 是吧 而且这污染物的表征 非常的清楚 大量的硫酸盐 硝酸盐 胺盐 这种水溶性的无极炎 另外还有大量的碳池气溶胶 这一下子 我这脑子 以前就说 没有这么连续过 也没有遇到这么强的这种污染 后来发现 这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就分析了 这些无极炎 对产生PM2.5 有何作用 从何而来 王岳思 从这些类似食炎的 炎类成分入手 顺藤摸瓜 追查他们的来历 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 发现 就是 从一个 轻的埋 到一重的埋 一个突发的过程中 什么增长的最快呢 并不是我们看到的 量最大的 有救增长最快 而增长最快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 确切地说 是确酸胺跟硝酸胺 PM2.5 PM2.5 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PM2.5 如果它是干的粒子 比如我们一个沙尘 它不吸水 它就不容易形成这种霾 不容易使能源度 大幅度下降 但是一旦我们PM2.5中 含这种水中性的盐 它就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它一吸收空气中水分 它的粒子就会膨胀 是吧 那它就会使能源度 大幅度的下降 实际上就会影响我们能源度 那就产生霾了 所以也就是说 在PM2.5中的 水中性无极盐 对于埋的产生 是起着非常麻烦 那我们就想了 这两种盐 它究竟是从哪来的呢 空气中的主要成分 是78%的氮气 和21%的氧气 氧气是助燃剂 氮气是惰性气体 性质稳定 在高温下 氮气和氧气发生反应 生成氮氧化物 燃烧的温度越高 是吧 产生氮氧化物越多 汽车跑得越快 产生氮氧化物越多 为什么 因为它温度高了 这样呢 在一定的条件下 会产生氮氧化物 所以氮氧化物怎么来的呢 氮氧化物是燃烧过程中 活化了大气中的 惰性的氮气 和我们的氧气 产生氧氧化物 我们在经过大量的分析发现呢 我们北京 大气中的氮氧化物 要比美国洛杉矶 跟英国伦敦 那高得多 所以 通过一系列的分析 就发现 北京地区大量的氮氧化物 触发了 就是二氧化硫 向硫酸原的转化 实验结果说明 氮氧化物在二氧化硫 向硫酸原转化的过程中 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就好像是短跑运动员 吃了兴奋剂 它的成绩就远超平常 我们注意到 经常我们在中污染发生的时候 都会有这种所谓的 爆发性增长的现象 就是一个小时左右 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PM2练舞的浓度水平 就从50、100 变成了300、500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怀疑是有某种的 这个机制被触发 这种机制呢 就是气体转化成颗粒物的 这种机制 当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同时在大气中存在时 二氧化硫会快速转化为 硫酸盐和硝酸盐 污染物一下子 由气态变成了固态 这是目前灰埋砖像素 发现的 形成埋污染 影响能见度的 两个重要的 二次污染颗粒物成分 而造成快速转化的推手 就是氮氧化物 我们就发觉了 就是氮氧化物 在这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 它对于促进 PM1到PM2.5 这段粒子的增长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 世界上最复杂的 大气复合污染问题 大气复合污染的问题的特征 就是我们现在的空气当中 多种多样的污染物 同时都有很高的水平存在 这么高的浓度水平同时存在 它就存在着相互的这种作用 污染物排放进入到空气当中以后 还发生非常复杂的过程 第一个过程就是化学反应 排放出来的东西是带氧化物 是挥发性有机物 是二氧化硫 那到我们人接受了这个地方 到受集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嗅氧了 变成了PM8.5了 变成了这个其他的一些 形态的一些化学物质 如果人体吸收了这个水中性的盐泪 对吧 那你想想 是吧 它就溶解在人的体液里了 是吧 它就出不来了 那流通胺消通胺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这是什么呢 这是化肥的成分 对不对 植物需要化肥 谁说人也是需要化肥了 对不对 人是不需要的 所以它是对人体有害的 当前的中国正经历一场空前的大气污染 然而它的复杂程度 却超过当年的美国和英国 美国主要是机动车的污染 英国主要是燃煤的污染 而中国现在是燃煤加机动车的 复合污染 同时还处在一个经济社会 高速发展的进程中 中国的这个目前造成大气污染的情况 跟伦敦和洛杉矶当时情况都不太一样 因为伦敦和洛杉矶当时的污染 实际上是单一性的 中国现在目前这个主要城市 这几个主要区域的形成污染 是一个符号 符合型的一个污染源 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方式 像伦敦它那种可能是酸性的比较多 那我们现在这个挥埋呢 它不全是山性的 因为我们的安在一起相互做 它实际上是个中性的 所以这个情况跟国安不是很一样 因为随着这个工业的发展 目前这个环境容量也越来越小 存在能力也越来越低 所以这个符合型的这种污染源 它要控制几个钱 比单一的污染源又有更大的难度 我们国家这个分布污染的治理 没有很好的控制住 那目前造成的恶果呢 就是燃煤排放的污染 被机动车排放的污染 放大了 叠加了 对吧 反应了 那么这污染故事 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是大于二 甚至大于二十的 这样一个叠加的反应 我们的污染物就比以前严重得多了 中国的这个污染源 各种原因造成的 我们的区域性比较强 不是一个城市 一个地区的污染 中国的整个东部地区 北纸哈尔滨 南纸珠山角 整个东部地区 都是一个大面积的污染 所以区域性特征特别突充 所以一个地方的排放 会影响到其他地方 污染物基本上这个态势 从南向北 从西向东 逐渐加高 这样的话 汇集到精进济地区 差不多是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近几年 精进济区域 成为全国埋污染的重灾区 但埋污染 显然不是某一个城市 或区域的问题 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 累计的复合污染 使得智力盘根错节 任务异常艰巨 我们一个方面要防控 另外一方面要面对增长 这是双重的压力 所以这一类的污染的问题 我们看到的灰埋 要变成蓝天 我们的秀养现在浓度水平 增加这么快 要得到控制 这是需要花很大很大的力气 要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去根本转变 我们现在发展方式 才能够做得到的 要控制这个PF2.5 应该说是一个坚决的任务 第一个从我们成分上来说 就表现出了 就是不但要控制 这个颗粒物的一次排放 比如说钢铁厂 水泥厂 电厂 这些颗粒物排放 也要控制 这些企业排放的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农业园产生的氨 工业园产生的 挥发性的有机物 控制对象就比较多 控制PF2.5的问题 不是一个城市 一个行政区 要做的工作 而是在整个国家城市上 要做的工作 2014年1月 环保部全面启动 全国各直辖市 省会城市 和计划单列市 大气细颗粒物 来源解析工作 结果表明 燃煤 机动车 阳辰 工业生产等 是PF2.5的 主要来源 埋污染事件发生后 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将其作为 改善民生的 重要主力点 所谓生态文明建设的 具体行动 做出全面部署 环保部牵头 着手制定 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 半年之后 一项被称为 史上最严 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出台 力度之大 措施之细 执法之言 都史无前例 在中国制埋史上 哪项措施 将会成为人们 不可忘却的记忆 为了投顶 共同的蓝天 我们该如何应对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